近日刚公布恋情又火速完婚的湖南妹子影儿 首次带着男友傅新博回到娘家参加湖南卫视中秋晚会的录制 在婚后合体登台现场备受大家关注 本来这事是结大欢喜万人祝福 但杨幂却因此登上了热搜 原来杨幂在收访时被问 影儿要结婚了有什么要对她说的吗 杨幂回应道不熟没必要祝福 小编听到这话也是很难理解 虽然二人不合的消息早就被吵得沸沸扬扬 但杨幂不至于度量这么小吧 早前有传刘恺威和影儿一起合作出演过很多部戏 而且多是暧昧戏 印象深刻的要数千山木雪了 时而拥抱 时而亲亲 时而缠绵翡测 两人因此被传出有暧昧关系 因为这事杨幂曾多次去剧组探班刘恺威 不过戏中暧昧不仿视 但因戏生情影响到现实生活就不好了 两人之间还有一个过节 就是影儿在没有经过杨幂允许的情况下 公开了杨幂怀孕的消息 这让杨幂大为恼火 因为有习俗称怀孕前三个月是不能对外说的 杨幂那边立即做出反击 称就算有真相也轮不到你公布 自此两人这院算是结上了 但不管怎么说 二人都已有了自己的归属 同一个圈子混还是以和为贵比较好 冤家一结不一结 到头来两败俱伤又为哪般呢 愿他们兵器前嫌各自幸福吧